第161章 轻松 作为一名猎人又有阴影斗篷 达尼兹的躲藏和监控能力一向不错 当初还帮格尔曼斯帕罗埋伏过钢铁麦为题 此时一点痕迹也没路 只是觉得有些无聊 迫切希望安德森尽快来轮换 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结束啊 疾病中将快点出现吧 不 不行 不能现在 还是等安德森来了再说 达尼兹审视了下自己 理智地结束了祈祷 他担心疾病中将特雷倩这个层次的海盗将军 能发现自己躲于暗处 而他对此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 当然 如果他戴上了那只拳套 这一切都将不是问题 只要做决定的速度够快 胆怯和畏惧就追赶不上他 你似乎很苦恼 突然 一道声音响在了达尼兹的耳侧 达尼兹吓了一跳 猛地从阴影里跃出 手中迅速有一团橘红的火焰成形 与此同时 他将目光投向了因缘处 看见安德森躲于小树丛内 头上插着一根根带绿叶的枝条 几乎与环境融为了一体 狗屎 达尼兹也不知道是在骂安德森 还是在骂自己 发泄了一句后道 你什么时候来的 两分钟前 安德森笑着回答道 藏得不错 我都没能第一时间找出你 只好按照你躲藏的习惯 在这边随便提了个问题 达尼兹一时尽不知该自豪 还是怒骂 感觉颇为复杂的反问道 如果我刚才保持出了镇定 你就没法发现我了 理论上是这样 安德森一点也不在意地笑了笑道 但作为一名老恋的猎人 不会只有一个办法 达尼兹正想问一问 还有哪些办法 忽然看见房间内的巴兹 熄灭了蜡烛 准备睡觉 过了几十秒 一片黑暗中 情报贩子巴兹的模糊身影 出现在了窗边 轻巧一跃 落到了屋外无光之处 那正是达尼兹躲藏的地方 重新融入了阴影的他 差点被目标踩到 巴兹随即沿着阴影 向海边行去 狗屎 达尼兹这才现身 对着目标的背影 竖了下终止 安德森也离开了小树丛 便拔头上的枝条 便对达尼兹笑道 今晚似乎会有收获 达尼兹看了眼 对面的迷雾海最强烈人 用力点了下头 希望是疾病中将 他立刻带着安德森 借助黑夜里普遍存在的阴影 跟踪起那个情报贩子 距离保持得非常恰当 还不笨 安德森观察了一阵后 嘖嘖笑道 达尼兹在心里喝了一声 为作回应 没带拳套的他很清楚 这不是互相嘲讽 彼此挑衅的场合 一刻钟后 巴兹来到了海边 立于沙滩上 凝望起飞红月光照耀下的深蓝海洋 他没有等待太久 大海远方黑暗深处 就有庞大的轮廓浮现了出来 逐渐勾勒成一条通体 刷成黑色 飘扬着白色旗帜的船只 那旗帜之上 两团幽蓝的火焰 燃烧于一个漆黑的头骨内 黑四号 达尼兹一下变得兴奋 要不是已然阴影化 他的瞳孔肯定会放大不少 以求纳入更多的光线 看清楚那条船只的每一个细节 他不自觉又往前前行了一段距离 想要真正地确认 疾病中将特雷茜是否就在船上 那艘巨大的帆船越来越近 阴影中的两人 逐渐能看见一鸣鸣水手 在甲板上忙碌 这边有码头可以停靠吗 还是说 给巴兹一艘小船 让他自己滑过去 达安尼兹刚闪过这么几个念头 就听见安德森压着嗓音道 退出这里 啊 达安尼兹有个最大的优点 那就是善于听从权威者的吩咐 不管是面对爱德文娜 爱德华兹 还是格尔曼 斯帕罗 他都顶多嘴上嚷嚷两句 行动方面绝不打折扣 此时 他虽然满脸疑惑 有心反驳两句 坚持自己的想法 但还是先借助阴影 安静而无声地远离了海边 等到已看不见黑死号 只隐约能听到浪潮声 达尼兹才脱离阴影 现身临终 急急问道 不确认一下疾病中将在不在吗 安德森上下打量了达尼兹两眼 呵呵笑道 永远不要小看这种在海上有很大名气 却好好活到了今天的非凡者 每一位海盗将军 都是必须慎重对待的目标 绝对不能有丝毫大意 达尼兹下一时就回应道 血之上将瑟尼奥尔 地狱上将路德维尔 他们都是被某位疯狂冒险家 轻松解决掉的海盗将军 安德森一时竟找不到语言反驳达尼兹 隔了好几秒才到 所以 同样遭遇了格尔曼 斯帕罗袭击 却还能活下来的疾病中将特雷茜 不是更值得重视吗 达尼兹仔细一想 莫名觉得安德森的话语 很有几分道理 他正要开口 喉咙突然一痒 咳嗽了起来 连咳几声后 他喉咙开始肿痛 有铁锈味道泛出 你看 我说要小心骂 安德森也握起拳头 抵住嘴巴 轻咳了两声 但不像达尼兹反应那么大 特雷茜肯定是在船只周围 那片区域内散布了各种疾病 一旦有谁靠近 很快就会感染 暴露出来 哼 这种大范围的能力应用说明 他已完全消化了序列五魔药 有希望晋升序列四 为什么不是已经晋升到序列四 由于远离了感染源 达尼兹很快缓了下来 本能反驳道 那你现在不是在黑死号上 就是得了黑死病 即将死亡 安德森半转身体 将目光投向了根本看不到的海边 特雷茜刚才的应用有些取巧 应该只是维持了正面区域的疾病 没管另外三个方向 然后再借助了风的传播 才影响到了岸上的人 说到这里 安德森轻拍了下手掌 重新露出了笑容 我们的遭遇不就证明 那位疾病中将确实在船上吗 你可以通知格尔曼 斯帕罗了 达尼兹没在犹豫 立刻布置仪式 召唤信使 安德森则以防备意外为借口 走出了树林 凌晨三点多的贝克兰德东区 除了月光和星芒 一片漆黑 克兰身穿棉布睡衣 戴着保护发型的睡帽 坐在床上 什么都没问的 从雷尼特 提尼科尔那里接过了来信 拆开一看 他平静起床 拿出伊兜内的钢笔 就着信纸背面写道 返回港口城市 等待后续吩咐 穆宋信使小姐离开后 克莱恩不慌不忙地 换上衬衣 套上马甲 系好领结 披上了黑色的风衣 然后 他逆走四步 来到灰雾之上 用黄水精灵摆 沾不起这次行动的危险程度 得到了几乎没有的启示 不再犹豫 克莱恩返回现实世界 立在镜子前 拿起半高丝绸礼帽 将他带到了头顶 外面那个房间内 密友邱奈斯和密友 恩友尼在高低床上 睁开了眼睛 黑死号上 一个无人的房间内 一道人影 飞快勾勒了出来 黑发棕筒 轮廓冷硬 俨然就是格尔曼 斯帕罗 暗淡的飞红月光下 克莱恩目光一扫 随意找了张椅子坐下 欣赏起窗外的大海夜景 与这里隔了一层的船长室内 身穿白色衬衣 和米色长裤的疾病中将 特雷欠贤雾地 看着巴兹退出房间 条件反射般拉了拉铃口 安德森最近一直逗留在斯洛斯岛 目的不明 他们都合格尔曼 斯帕罗有关联 那个家伙在找我 特雷欠眯了眯眼睛 毫不犹豫走向了窗口 准备吩咐甲板上的水手 让他们操纵船只转向 远离这片海域 就在这个时候 他思绪突然一致 仿佛陷入了 明知道在做梦 可无论怎么挣扎 都难以摆脱的状态 不好 特雷欠体表骤然钻出了 一团团黑色的火焰 试图焚烧掉 可能存在外来的影响 可是 那些火焰刚开始 还能顺利流淌 到了后来 已是断断续续 不断低落于地面 如同凋零的花瓣 特雷欠心中 涌现出了强烈的绝望之情 念头转动得愈发迟缓 他在顾不上其他 忙让身体表面 凝出了一层剔透的冰晶 让那一根根无形的丝线回卷 层层缠绕自己 这时 船长式的门枝压一声打开了 带着丝绸礼帽 穿着黑色风衣的格尔曼 斯帕罗走了进来 紧接着 他很是礼帽地 随手关上了房门 轻微的咔嚓声里 整个船长式 顿时变得极端安静 不再有海浪的声音回荡 仿佛从现实世界隔离了出去 而那一根根缠绕 特雷欠的无形蛛丝 似乎理解错了命令 紧紧绑住了那位疾病中将 让他无法动弹 难以应用非凡能力 扭曲 特雷欠的思绪随之恢复 大脑不再有凝固的感觉 你 你想做什么 他难言恐惧地 看着一步步靠近的格尔曼 斯帕罗道 他无法理解的是 自己刚才明明已没有了抗衡能力 对方为什么还会放弃密偶化的尝试 克莱恩之所以这么做 是担心疾病中将和白智魔女 有非常近的血缘关系 这样一来 特雷欠的死亡 会让那位擅长诅咒的半神有所感应 提前做出规避 搭 搭的脚步声里 克莱恩停在了这个魔女的身前 第162章 混乱的家庭 剑格尔曼 斯帕罗一句话也没说 特雷欠一颗心缓慢下沉 如同坠入了冰窟 看着表情里 透出几分绝望的疾病中将 克莱恩从一兜里掏出了一张便签纸 手腕一抖 让他像扑克牌一样 飞射向前方 嗖的一声 这便签纸仿佛金属 切断了少量无形蛛丝 剖开了剔透冰晶 从特雷欠的左上壁划过 带起了一抹湛开的血花 纸张的表面迅速染上了鲜红的颜色 越过被禁锢于原地的魔女 旋转着飞回了克莱恩的掌中 特雷欠原本以为 那便签纸会冲着自己的喉咙而来 没想到 他只是对准了手臂 一时有些呆愣 直到格尔曼 斯帕罗哲好那纸张 将它放入一个铁质卷烟盒内 他才猛然醒悟过来 开口问道 你真正的目的是找到卡特琳娜 克莱恩随手将铁质卷烟盒 放回了衣兜里 没做回答 平静问道 你是他的后裔 听到这句话 依旧被冰金和朱斯困的 无法动弹的特雷欠 忽然低笑了一声 不仅仅是后裔 我是他的孩子 孩子 女儿 克莱恩一边庆幸自己 梅鲁莽下杀手 导致白质魔女卡特琳娜有所感应 一边下意识 分析其卡特琳娜 究竟是疾病少女特雷欠的妈妈 还是爸爸 如果卡特琳娜曾经也是男子 确实有可能为特雷欠的爸爸 可问题在于 他在第四季尾声的苍白之灾里 已经是序列四的半神 而刺客途径 在序列七的女巫阶段就会从男变女 也就是说 要想卡特琳娜是特雷欠的爸爸 特雷欠至少得有1300多岁 而序列五的非凡者 根本不可能活这么久 就连绝大部分序列四和序列三的圣者 也没法办到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 特雷欠是卡特琳娜自己生的 而且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 产妇啊 克莱恩轻轻汗手 没任何表情变化的确认是问道 她是你的妈妈 特雷欠的表情 一下变得有些古怪 不 母亲 克莱恩正想问这和妈妈有什么区别 本质上不就一个更正式 一个更口语化吗 特雷欠以自顾自失笑道 我的妈妈是另一个人 她曾经是我的父亲 你们魔女家庭好混乱 但这不是你们向外界传播灾难的理由 克莱恩用小丑的能力 控制住脸部的肌肉 继续面无表情地看着疾病少女 本就处于绝境的特雷欠 现在有点自暴自弃了 没等格尔曼 斯帕罗回应 叹了口气 自嘲一笑道 也许我从出生开始 就是一个错误 不正常的父母 不正常的家庭关系 不正常的教派人员 既塑造了我 也伤害了我 我八岁的时候 发现一直暗暗崇拜 作为榜样的父亲 突然变成了女人 并且一天比一天娇弱 一天比一天 善于利用自身的魅惑 到了后来 还找了男性朋友 给我生了一个弟弟 你能想象那种心情吗 等我离家出走 来到大海 经过多年的努力 终于找回了 正常的自我和社会认知 明白了自己 真正想要什么 一瓶魔药 让我也变成了女人 哼 女人 克莱恩安静听完 语速不变地说道 你的教唆能力很不错 特雷欠张了张嘴巴 最终只是叹了口气 表情复杂地笑道 我承认 我刚才是想唤弃你的同情 每个人都渴望活着 这难道不对吗 不过 我没有说一句假话 那都是我的人生经历 他没在渲染自己的痛苦和悲伤 停顿了一下道 在你杀死我之前 我想提一个问题 不会让你为难的问题 什么 克莱恩看着对面的魔女道 特雷欠犹豫了一会 终于开口问道 上次你来刺杀我之前 一连知道这件事情吗 克莱恩沉默了片刻道 他并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特雷欠的脸上 顿时浮现出了几分光彩 真的 没等格尔曼 斯帕罗回应 他露出极为复杂的神色道 死亡之前 我能再请求 你一件事情吗 如果你能再见到一连 告诉他 我对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很内疚 但不后悔 说到这里 特雷欠试图摇头 但却被剔透的冰晶 和无形的蛛丝限制着 没能成功 他只好自嘲一笑道 算了 没必要告诉他了 就这样吧 你可以动手了 说完 特雷欠闭上了双眼 等了几秒 他没有感受到预想中的疼痛 反而听见格尔曼 斯帕罗 嗓音低沉地说道 说 所有人都不要来打扰我 特雷欠一阵讶异 心中充满了不解 表情变得颇为迷茫 不过 既然已经在面对死亡 这种小事并不值得计较 他没有多想 张开嘴巴道 所有人都不要来打扰我 他刚说完这句话 同样的声音 就回荡在了黑死号上 比原本更加大声 海盗们 对此没产生任何怀疑 就像在遵循着 某个奇特的规律 本能地回避起船长室位置 继续忙碌自己的事情 船长说不要打扰他 那他们这段时间 自然不会去找他 与此同时 特雷欠看见格尔曼 斯帕罗 摘下了礼帽 按在胸口 对着自己微微鞠躬 撞死告辞 然后 他感觉自己 与整个世界隔离了 四周一片安静 就连那个疯狂的冒险家 也不见了 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不被打扰的环境 律师途径地放大 和扭曲 特雷欠体表的冰层 开始融化 可那些无形蛛丝 依旧牢牢束缚着他 让他无法做出任何动作 就连改变重心都办不到 于是 他只能站在那里 像尊栩栩如生的蜡像 他没有杀我 特雷欠茫然地看着前方 短暂静有点不敢相信 他不觉得 格尔曼 斯帕罗 是因为可怜自己 特雷欠的海盗有很多 从未出现过手软的情况 而特雷欠虽然自认为 不是正常的魔女 没做太多能称得上魔女的事情 但身为一名海盗 怎么可能不干坏事 无论是贩卖奴隶 还是劫掠船只 他都经验丰富 同样的 特雷欠也不认为 格尔曼 斯帕罗 是被自己的美貌和精力打动 垂涎起了自己 因为对方的目光冰冷的 就像在看一个死人 肯定是有别的因素 特雷欠念头电传 从自身可能涉及的事情 做出联想 很快有了一定的判断 应该是我和母亲的血缘关系 太近了 而魔女们都擅长诅咒 我一旦死去 母亲立刻就能察觉 发现这边出了问题 提前进行规避 让格尔曼 斯帕罗后续的行动 找不到目标 所以 他才让我活着 却无法和别人联系 这么看来 不管他针对母亲的行动 成功还是失败 都可能回来杀掉我 而我要想活下去 在此之前 必须成功自救 在特雷欠心里 对母亲卡特琳娜 其实没什么太深厚的感情 这位不老魔女 活的时间已足够久 而大部分时候 都在通过和年轻人的交往 保持青春的心态 对偶尔有心去生下的孩子们 常常热情一段时间 冷漠大部分时候 不过 随着年纪增加 特雷欠被卡特琳娜评价为 越来越像过去的她 于是得到了更多的宠爱和帮助 然而 特雷欠并不想要这样的关注 这导致她 失去了原本的性别 处在了无法摆脱的痛苦里 呼 虽然我很恨她 埋怨她 但还是不自觉会依赖她 渴望她能更尊重我的意见 希望 希望她能逃过格尔曼 斯帕罗的追杀 特雷欠再次开始了挣扎 试图摆脱被束缚的状态 她这一方面是在自救 另一方面 是想尽快通知自己的母亲 让她务必小心格尔曼斯帕罗 当然 特雷欠有点怀疑 应该刚晋升叙烈四没多久的格尔曼 斯帕罗是否能危害到 从第四季存活下来的自家母亲 一位号称不老的魔女 但她没报侥幸的心理 因为格尔曼 斯帕罗 是有帮手的 那位连她母亲都畏惧地死亡执政官 扑通 特雷欠终于倒在了地板上 尝试滚向书桌 可无论她怎么努力 身体都无法转动 她再对抗的不是别人 正是被扭曲和放大的自己 挥舞之上 克莱恩以坐置语者 那张高背椅 将沾染着疾病中将特雷欠血液的纸张 摆放到了斑驳长桌的表面 紧接着 她据献出纸笔写下了占卜语句 疾病中将特雷欠母亲卡特琳娜目前的位置 放下钢笔 克莱恩拿着那两张纸 后靠住一背 闭上眼睛 低声重复起刚才书写的话语 一连七遍之后 她进入梦境 看见灰蒙的世界内 凸显出了一个高高耸立的哥特式钟楼 钟楼周围 穿着圣洁白袍的卡特琳娜 立在几栋房屋的阴影里 表情略显凝重地审视着周围的情况 仿佛在寻找什么 而半空红月高悬 位置与克莱恩进入挥舞前 看见的完全一致 这说明白之魔女卡特琳娜 还在贝克兰德 正处于西区 追逐寻觅着某个目标 第163章 耐心 结束占卜 回到现实世界后 克莱恩走至出租房外面 那个房间 看着窗外夜空中的飞红之月 静静思索了几十秒钟 也许 还有消化魔药的机会 终于 她无声咕弄了一句 翻找出一件事物 戴上两个密偶 消失在了没有灯光的阴影里 在贝克兰德 她已不太敢用火焰跳跃 害怕被查拉图感应到 毕竟总不可能每次都顺势点燃威尔 昂塞听哲的指贺来做预防 这是对那位命运之蛇的不尊重 而一直上门 拜访艾伦医生 也容易让他们家被盯上 瞬息之后 克莱恩出现在了梦里 那高高的哥特式钟楼背面 藏身于阴影中 这是贝克兰德标志性的秩序之中 紧接着 她和她的两个密偶分散开来 各自占据了不同的隐蔽之处 做完这一切 克莱恩飞快将一只老鼠 转化成了密偶 让她跑至自身操纵能力的边缘 张开嘴巴 低声送念起一个尊名 伟大的战争之神 铁鱼血的象征 动乱和纷争的主宰 白之魔女卡特琳娜 就在这片区域 克莱恩这既是在履行与红天使 恶灵的约定 也是希望这曾经的高位生物 替自己采一采可能存在的陷阱 不算急切着找黑夜教会 或神秘女王贝尔纳带帮忙 准备先旁观一阵 确认情况 免得连累他人落入陷阱 祷告声刚刚结束 那只灰色的老鼠 突生些许抽搐 安静地倒在了垃圾桶旁 他已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已不再是克莱恩的密偶 这是克莱恩防止自身 被红天使恶灵雕记的办法 而他本身 放弃那只老鼠密偶后 立刻与丘纳斯 恩尤尼一起退出了秩序之中 所在区域 并于几千米外 让赢家向海神卡维图瓦 做了祈祷 祈祷完毕 一人两偶继续后退 又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然后 克莱恩躲入 某栋房屋的储藏室内 逆走四步 来到挥舞之上 坐至于愚者那个位置 他随即招手 设来了海神全杖 借助赢家的祈祷光点 拓展范围 观察起目标地带的状态 与此同时 克莱恩另一只手 将沾染有疾病中将 确定的范围 真实视野之下 克莱恩没用多久 就找到了 已然隐身的白痴魔女卡特琳娜 那黑发蓝眸 清零秀美的女子 身穿圣洁白袍 仿佛没有重量的羽毛 正轻轻飘荡于大街小巷内 偶尔巡逻经过的警察们 即使望向了正确的地方 也无法发现她的存在 若不是有挥舞帮忙 克莱恩也只能靠灵体之线 来识破这种层次的隐身 吸了口气 克莱恩耐心等待起 红天使恶灵出场 并顺便观察卡特琳娜 在寻找什么 她怀疑那位白痴魔女的目标是 特里斯奇克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飞红之月逐渐偏斜 在秩序之中周围游荡了一阵 却没有收获的卡特琳娜 略微露出了烦躁和失望并存的神色 似乎随时可能离开那片区域 而红天使恶灵 一直未出现 这 索伦 爱因霍安 梅迪奇 只是在骗我 并没有真正将白痴魔女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红天使恶灵其实已经到了现场 但和我一样 没立刻出手 等待我和我的同伴 与卡特琳娜大战一场后 再收拾残局 我也想等她和那个魔女 战斗到最激烈的阶段 才突然现身 攫取最大的那颗果实 克莱恩思绪分成间 隐约有了个猜测 她怀疑 红天使恶灵和自己一样谨慎 小心和沉稳 希望做收网的渔夫 而不是那个网 这还真是麻烦 接下来就要比谁更耐心了 克莱恩无声嘀咕了两句 继续通过祈祷光点观察秩序之中 周围区域的情况 哒 哒 哒 秒针在安静的夜里 以同一个节奏跳动着 白之魔女卡特琳娜的神情 越来越阴郁 突然 她将目光投向了一栋建筑的玻璃窗 光芒暗淡的夜晚 那就像是一面镜子 映出了前方的事物 卡特琳娜漂亮的蓝色眼眸 光芒微闪 镜子表面顿时变得悠悠暗暗 内里仿佛藏着数不清的事物 和层层叠叠叠的空间 那玻璃窗 似乎成为了前往异世界的通道 克莱恩心中一动 结合魔女特利斯展现过的 与镜子有关的种种非凡能力 怀疑卡特琳娜即将借助 镜中世界离开这里 结束今晚的狩猎 红天使恶灵 怎么还忍得住 克莱恩的精神随之紧绷 本能就想放下海神权杖 返回现实世界 针对白之魔女展开行动 不让她就那样离开 念头电转间 克莱恩最终没有动弹 她觉得自己 还能再等一等 因为就算卡特琳娜 离开了秩序之中周围区域 只要她还没发现 特雷倩这个女儿出了状况 克莱恩就能再次定位她 到时候 先招来魔镜 阿罗德斯 问一问目标的具体能力和物品 然后或找神秘女王贝尔纳带帮忙 或去黑夜教会借 一级封印武 在出手前 就让胜利天平倾向自己 我的这番行动 没有刻意掩饰什么 如果我去借封印武 而大主教给了 那说明 女神在乔治三世那件事情上的真实态度是 不喜欢那个国王成为黑皇帝 但也只能默认 若是有人愿意破坏一事 很乐意提供一定的帮助 克莱恩抚平了略显焦躁的情绪 让观察的状态变得较为放松 此时 白志魔女卡特琳娜的表情恢复了正常 飘到那扇玻璃窗前 没有实际形体般钻了进去 境内层层叠叠的虚幻世界随之收敛 仿佛正不断远去 就在这个时候 用真实视野观察下方的克莱恩 似乎听见了一道淒厉的女性叫声 这叫声就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 包含着极端恐惧 难以置信的强烈情绪 而周围区域的住户 无意惊醒过来 根本没谁听到 这是卡特琳娜的尖叫声 她究竟遭遇了什么 克莱恩的眸光瞬间凝固 然后想到了一件事情 红天使 恶灵也是恶灵 同样能镜面闪现 利用这个媒介 也就是说 她对镜中世界肯定不会陌生 难道索伦 爱因霍恩 梅迪奇一直潜藏在镜子里 等待白之魔女主动投入陷阱 克莱恩瞳孔有所放大间 玻璃窗内的昏尘和幽暗 一下消失了 那镜子失去了所有特异 回归了原本的样子 又过了几秒 玻璃窗的底部 一点点鲜红缓慢一出 凝成液体 滑落往下 这液体所过之处 周围灰白蔓延 覆盖了原本的浅黄 如同重新镶嵌上去的石块 哒 哒 哒 那一滴滴液体落至地面 渲染开来 鲜红如血 艳丽四花 看到这一幕 克莱恩的脸部肌肉 略微抽动了一下 玄机强行用小丑的能力 控制住了自己的表情 这样的结局 真的有点出乎她预料 一位活了一千多年的 不老魔女 强大而滋身的 序列三圣者 在红天使恶灵的陷阱面前 竟似乎毫无反抗之力 就那样没有了动静 而克莱恩自己 即使算上两个密偶 和拥有的封印物 比起卡特琳娜 纯粹属于本身的实力 也还差了一点 必须靠提前的准备来弥补 这也就说明 换作她面对红天使恶灵 恐怕也不会有更好的结局 同样无力 同样渺小 同样只能在洪水里缓慢下沉 这就是曾经的天使之王 哪怕还未恢复巅峰时期的实力 也让人如此绝望 克莱恩见玻璃窗上渗出的血液 已逐渐变少 深吸了口气 返回了现实世界 接着 他与赢家恩尤尼这个密偶 互换了位置 让他传送去了那面玻璃窗前 鬼法师互换位置时 可以选择只对调身体 和连外物一起两种方式 不过 这在如今的层次没法精确 不能克莱恩想留下什么外物 就留下什么 只能选择全部留和全部不留 顶着格尔曼 斯帕罗模样的赢家恩尤尼身影 刚勾勒出来 就对着那面玻璃窗 低沉开口道 我已经完成了我的沉默 那玻璃窗上 瞬间浮现出了一道身影 他穿着黑底红纹的长袍 随意套着兜帽 露出了线条柔和 肤色偏踪 欠缺血色的脸孔 正是被所轮 爱因霍恩 梅迪奇附体的那位 看门人 做得不错 这年轻人从窗户上走了下来 笑着说道 听到这句话 克莱恩边从衣兜里 拿出一件事物 边上翘起嘴角 颇为愉悦地回应道 你也做得不错 说话间 他对着手中的单片眼镜 喝了口气 将它带到了左眼位置 索伦 爱因霍恩 梅迪奇的笑容顿时 就凝固了 第164章 通灵 有那么一瞬间 冰冷的黑夜变得异常灼热 仿佛涌动着无形的岩浆 不过 这一切迅速就恢复了正常 红天使恶灵上下 打亮了克莱恩几眼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笑道 我再说一遍 你很有挑衅者的天赋 当初扎拉图消化鬼法施魔药的时候 也没敢在我面前假扮阿蒙 他语气不含一点怒意 为说扎拉图为什么不敢 可被他目光那样一扫 克莱恩就如同坠入了冰川深处 遍体深寒 这是他本体的感受 即使隔了一层密偶 他的后颈和背部依旧汗毛耸立 无须所轮 爱因霍恩 梅迪奇再多说什么 克莱恩已然明白了 他话语里潜藏的意思 敢用这种方式惊吓他的 都会当场承受铁鱼血的惩罚 看着面前气势内敛 却得人位格极高感的红天使恶灵 克莱恩忍不住在心里咕弄了几句 要不是刚才鬼法师 魔药有了较大程度的消化 我还真以为你一枝如钢 实力恢复到了至少序列一的层次 而现在嘛 我基本可以确认 你镇定表现下 隐藏的是对阿蒙的强烈畏惧 这也说明 你目前的位格顶多序列二 而且 我本身就已经做好了 损失一个密偶的心理准备 为了尽快消化魔药 这是不得不承受的风险 如果达尼兹在这里 让他趁这个机会 喊两声胆小鬼 那他就算喝了四五瓶挑衅者魔药 也能很快消化掉 克莱恩没在刺激 红天使 恶灵 笑着摘下那单片眼睛道 所罗门帝国时期 查拉图应该已经是天使了 怎么可能还在消化鬼法师魔药 我说的是小查拉图 所伦 爱因霍恩 梅迪奇 随口回了一句 这和伦纳德体内老爷爷的描述一致 克莱恩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 转入正题道 你已经解决了白痴魔女 你认为呢 红天使恶灵笑了一声道 还有 做人要有礼貌 既然卡特琳娜自称白痴圣女 那就不要再叫他魔女 礼貌 一个猎人对我强调礼貌 这个瞬间 克莱恩很想抽动嘴角 表现出自己内心的荒谬感 但最终还是忍耐住了自己 看来挑衅并不是只有嘲讽和骂人 这么两种方式啊 骂人也只会骂一句的达尼兹 简直是猎人之耻 克莱恩边想边开口道 我已经履行了我的承诺 我想你 应该不介意给我一点小小的报酬 报酬 红天使恶灵吃笑着反问了一句 克莱恩没去在意他的态度 自顾自说道 我想通灵白痴魔女 从他那里询问一些事情 就这个要求 红天使恶灵好笑问道 克莱恩点了点头 对 没问题 索伦 爱因霍恩 梅迪奇抬起右手 抓向自己的眉心 从那里拖出了一条略显模糊的虚幻身影 正是表情茫然残留着恐惧的白痴圣女卡特琳娜 可以让我们私下交流吗 克莱恩见状 环顾了一卷道 红天使恶灵顿时笑道 是否还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 用你的脑子想一想 你就算想隐瞒自己提了什么问题 我也可以通过卡特琳娜的灵之道详细的情况 除非 你不打算将她还给我 或者 你是一个需要一世感的小男孩 克莱恩让米偶没什么表情地回答道 我有办法让她遗忘掉我的问题 这既是真话 也是谎言 真实之处在于 克莱恩确实可以借助贺温 兰比斯的操纵师 非凡特性完成这个工作 只是相对困难 失败率很高 且负面效果不小 撒谎之处 则是因为克莱恩根本不打算这么做 这会暴露许多重要的事情 他说这句话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红天使 恶灵怀疑问出来的不是真实情况 认为明面之下 还有关键的隐藏部分 从而忽视明面问题的价值 这对那种疑心重的人有奇效 当然 克莱恩也没奢望一定能成功 毕竟对面是执掌阴谋的红天使 不错 索伦 爱因霍恩 梅迪奇听完克莱恩的回答后 身体陡然消失 硬照在了那面玻璃窗上 克莱恩瞄了眼那些 以凝成灰色石头的血液 略感遗憾的 带着有点浑浑噩噩的白痴魔女卡特琳娜 远离了有玻璃的地方 来到一个阴暗的巷子内 他旋即拿出蜡烛 精油和草药粉末 布置祭坛 向黑夜女神祈祷 希望能通过仪式魔法 完成通灵 这是他做职业者时 就熟练掌握的技能 随着仪式的完成 磅礴恐怖隐秘的力量 从无法描述的高处降临 让四周变得异常安静 克莱恩的眼眸瞬间深黑 像是浓缩了一片黑夜 他随即在卡特琳娜的灵周围 看见了更多的东西 看见了闪烁微光 朦朦胧胧的心灵风暴 轻松穿过那些阻碍 他直面起白之魔女的心智体 魔女教派和乔治三世的合作 是否已结束 克莱恩没有大意 先从不太敏感的问题开始 以此观察卡特琳娜的状态 卡特琳娜脸上的魂恶和迷茫消失了一些 笑容纯净地点头道 是的 那你为什么还留在贝克兰的 克莱恩进一步问道 卡特琳娜表情肃目地回答道 追捕特利斯 她带走了一件重要的封印物 那是什么封印物 克莱恩一下回想起了 魔女特利斯曾经戴在手上的那枚镶嵌蓝宝石 造型别致的戒指 白之魔女卡特琳娜 一脸虔诚地说道 她与原初的苏形有关 本身除了位格够高 有灵级层次 并不具备什么特殊能力 果然 与原初魔女有关 你们还将特利斯改名为了特利斯齐克 克莱恩没有暴露自己知晓原初魔女的真名 转而问道 你知道乔治三世另外八座灵寝在哪里吗 卡特琳娜眉头微皱 惹人垂怜地回答道 分别在贝克兰德西南郊 阿霍瓦郡 东切斯特郡 这位白之魔女先简单地讲了讲八座灵寝 分别在哪些地方 接着详细介绍起具体的位置和情况 那八座灵寝早已修复完毕 暂时关闭了传送通道 就算有相应的符咒 也没法再开启 而要直接从外界找到那里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了格罗夫亲王 乔治那女公爵 王氏两位天使 和乔治三世本人 谁都无法再进入 嗯 那有部分是丘纳斯 和我的猜测吻合 这说明白之魔女没有撒谎 回头再去挥舞之上坐下确认 如果真是这样的情况 就相当麻烦了 当前局势下 无论格罗夫亲王 还是乔治那女公爵 肯定都在天使的视线里 最困难的就是 怎么进入遗迹里面 一旦能进入 后续反而不那么危险 战争已经爆发 需要对抗福萨克人 而半神的数量有限 乔治三世没可能让每个遗迹 都守一位圣者 并请天使居中救援 克兰斯绪电转间 事实上不止 因为乔治三世本人 很可能也是 白之魔女卡特琳娜诚实回答道 那两位天使 一位是鲁恩王国的创立者 第四季存活下来的保护者威廉一世 他是仲裁人途径的序列 一分秩序之手 另一位是曾经的南威尔公爵 德林克 奥古斯都 他是仲裁人途径的序列 两分平衡者 至于王室 共有几件灵级封印物 我并不清楚 十棒钞票上 那位立国者还活着 又有种历史 走进了现实的感觉 克莱恩结束思索 点了点头 转而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和乔治三世合作 为了一份征服者的非凡特性 他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手里 卡特琳娜的神情 变得略有些激动 征服者 是宏祭司图径序列 一的魔药名称 那他会归于原初魔女 还是你们教派的高层 克莱恩若有所思地追问道 你们教派都有哪些高层 他将献祭给原初 不过 必须先找回特利斯带走的封印物 目前 他被黑之圣女保管着 我们教派的高层 全部以颜色为代号 卡特琳娜如实回答道 了解了更多细节后 克莱恩终止通灵 处理好祭坛 让白之魔女的灵 返回了之前那面玻璃窗前 而他自己 身影骤然透明 借助传送 消失在了这片区域 与本体和另一个密友会合 目送格尔曼斯帕罗离开后 卡特琳娜脸上的魂恶和迷茫突然消失 表情变得极为灵动 他旋即进入了 重新变得幽暗的玻璃窗 隔了几秒 穿黑底红纹长袍的索轮 爱因霍恩 梅迪奇和白之魔女卡特琳娜 一起走出了镜子 后者身形清晰 充满血肉质感 一点也没有已经死去的迹象 你是说 他在问乔治三世 另外八座秘密灵寝的事情 通灵的力量 源自黑夜 红天使恶灵摸了摸下巴 侧头问起卡特琳娜 那白之魔女轻轻汗手道 对 哼 红天使恶灵顿时笑了一声 这是不想让乔治三世 成为黑皇帝了 卡特琳娜眼眸一转 露出了些许笑容 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就算他提升再快 能得到不少帮助 也没办法对抗王室 军方和那个组织的联手 不 单纯只是奥古斯都家族 以他的层次和实力 也没可能撼动 除非黑夜亲自下场 说到这里 这位白之魔女壮死随意地问道 我很诧异 您为什么在占据了绝对优势后 没有直接杀死我 红天使恶灵看了他一眼 嘴角缓慢上瞧道 你觉得你有资格成为我真正的目标吗 第165章扑克高手 听到红天使恶灵的回答 白之魔女卡特琳娜的表情瞬间凝固 难以遏制 索伦 爱因霍恩 梅迪奇笑了一声 继续说道 你应该是第四季尾声成就的半神 到现在都一千多年了 还没成为天使 心里难道不会自卑吗 而刚才那个家伙 原本还得靠阿兹克 艾格斯才能直面你 弱小的就像刚孵化出来的小鸟 结果现在 一年都不到 它就已经晋升序列四 获得神性 又足以抗衡你的实力了 你对此没什么想法吗 你之前的那一千多年 不觉得浪费了吗 就算是一条狗 活上一千多年 说不定都已经推开了那扇门 成为了天使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一边很嫉妒 一边又产生了扭曲的欲望 想要通过 睡它来证明自己 你们魔女真的很可笑 一方面要在内心坚持 原本是男性 避免自我迷失 带来失控 另一方面 又要展现女性的魅力 尝试极致的欢愉 和强烈的爱情 像我们猎人就没这个问题了 不管原本是什么性别 反正之后 需要做的就是战争 战争 战争 原初真是一个扭曲的家伙 纯粹的女性 走魔女路线会好很多啊 你们一代又一代地 将伤害传递下去 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报复命运吧 红天使恶灵的每一句话 都仿佛利剑 刺在了白痴魔女 卡特琳娜的心上 让她纯美精致的脸庞 隐约出现抽动 污量光滑的长发 似乎粗大了一点 索伦 爱因霍恩 梅迪奇描了 卡特琳娜一眼 顿时嘖嘖笑道 你不会被我 刺激地直接失控吧 真是令人怀念的感觉啊 这红天使恶灵顿了一下 转而说道 你可以离开了 如果有什么事情 记得送念我的尊名 当然 我有必要 也会直接来找你 白痴魔女卡特琳娜 表情恢复了正常 微皱眉头 难以想象般问道 就这样让我离开 红天使恶灵黑黑笑道 怎么 想睡我 时机合适 也不是不可以 但现在还有 很重要的事情做 放心 既然你已经 送念过我的尊名 将自己的血液 给了我一跌 那你就将处于 我的注视下 随时可能被我影响 你难道已经忘记 天使与圣者的位格 区别了吗 不清楚 真正的高位者 究竟有多么强大吗 呵呵 除非你 直接向元初祈祷 获得回应 否则你永远也 无法摆脱我的注视 嗯 正常来说 天使是能办到 这种事情 但那仅限于 只念过尊名的情况 如果你不相信 我允许你寻求 天使的帮助 白之魔女卡特琳娜 表情略显阴沉地听完 最终露出笑容道 遵从您的教诲 梅迪奇大人 索伦 爱因霍恩 梅迪奇的眉毛 动了一下道 你好像不是那么安分 我甚至能够想象 你刚才面对格尔曼 斯帕罗什的状态 不过 我不在乎 啊 忘了告诉你 你最好立刻确认下 你那些血脉后翼的状态 格尔曼 斯帕罗能这么轻松就找到你 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卡特琳娜的脸色 先是稍微白了一点 旋即变得严肃而凝重 缓慢点头道 我明白了 说完之后 他立刻后退 再次进入那扇玻璃窗 通过虚幻层叠的镜中世界 不知去了哪里 看着这白之魔女消失 红天使 恶灵左边脸颊上 突然裂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并发出了声音 真是一个不错的戏剧演员 让自己表现得 似乎不太擅长控制表情 有点不安分 却又缺乏足够的聪明 很容易就被发现企图 是啊 这样一来 我们有不小的可能轻视他 放松对他的戒备 红天使恶灵右侧脸颊上 也裂开了到猙獰的血色缝隙 这 魔女果然都很狡猾 不过 我从来不会小瞧每一个猎物 红天使恶灵用正常的嘴巴说道 他想麻痹我 让我轻视他 没一点可能 左侧脸颊上的血淋淋口子 张合着回应道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被亚利斯塔 屠夺抓住 那是因为有你们两个 属于梅迪奇的那份人格 撇了下嘴巴道 和轻视麻痹没一点关系 他右侧的血色缝隙哼了一声道 成为别人的猎物 是什么感想 伟大的战争之神 造物主身旁的红天使 还不错 梅迪奇脸色阴郁了一点 但说出来的话语 却似乎怡然自得 属于索伦的那份人格 用左侧脸颊上的裂口道 你太喜欢用诈虎来达成目的了 当初亚利斯塔他们 就是识破了你的诈虎 才抓住了机会 而刚才 你又在诈虎卡特琳娜 明明只能展现点气势 靠陷阱和突袭 带来一定的伤害 没办法很快解决他 却要装成已恢复到序列一的样子 骗他送念你的尊名 交出自己的血液 梅迪奇再次撇了撇嘴巴道 诈虎也是扑克的正常玩法 效果还不错 不是吗 说到这里 红天使轻笑了一声道 而且 也不纯粹是诈虎 我最喜欢的 是在几次诈虎里 夹杂一到两次真实 等着自认为 识破了我伪装的家伙 主动踏进陷阱 就像你们两个笨蛋 当年犯的错误一样 但最先死的是你 红天使恶灵脸庞上 两道裂口 同时回应道 梅迪奇一点也没犹豫就说道 那表明我最强 最受重视 说完 红天使恶灵的三个人格 同时沉默了下来 隔了几秒 代表爱因霍恩的 那个血色裂口张合着道 格尔曼 斯帕罗 和黑夜的联系 比我想象的更加紧密 刚才卡特琳娜的真实状态 应该已经被他察觉 梅迪奇呵呵一笑道 没关系 这本来就是他默许的事情 之前贝克兰德大雾霾的时候 直接行动的都消失了 只剩下那个叫做 特利斯的魔女还活着 这不就能很好地 说明一些问题吗 索伦和爱因霍恩 两个人格没在开口 任由脸颊上的血淋淋口子 如动复原 这红天使恶灵 随之映照于玻璃窗上 消失在了秩序之中 周围区域 灰白雾气之上 古老宫殿内部 克莱恩看着手中 顺时针旋转的黄水晶吊坠 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 他已通过灵白法 一个个确认了卡特琳娜的回答 得出了都足够真实的结论 紧接着 他依靠已获知的 八大秘密灵寝情况 开始做梦境占卜 看见了相应的区域 和模糊的状态 这让克莱恩明白 正常办法真的已无法进入 就连排出了干扰的窥探 都难以定位到里面 这就很麻烦了 还有 白之魔女通灵时的状态 和之前的丘纳斯 科尔格 贺温 兰比斯都不太一样 表情太多 回答也更有主动性 这是魔女本身的特殊 还是有别的因素 克莱恩念头一动 招手设来沾染有 疾病中降血液的纸张 写下相应的语句 做了个寻找目标的梦境占卜 灰蒙蒙的世界里 克莱恩看见了 已摆脱自身蛛丝束缚的特雷茜 看见这位魔女正凝望窗外 那里黑而虚幻的风暴弥漫 不知属于哪里 特雷茜脱困了 表情没有悲伤 只存在一定的愤怒和迷茫 她和白之魔女的亲子关系 差到这种程度 或许 克莱恩刚产生疑惑 就看见黑色的火焰吐得燃烧起来 让自己的梦境飞快消融 支离破碎 特雷茜 这是半神层次的强者 用秘术切断了两者间的联系 难道白之魔女卡特琳娜 还没有死 这 对了 红天使 恶灵回答我时 用的是反问句 根本没有承认 我当时通的是一个活人的灵 克莱恩顿时有所恍然 盲又做了一次占卜 终于确认白之魔女真的还活着 果然 红天使恶灵的真正目标 不是白之魔女 还有 结合魔药 消化进度的反馈 是不是可以认为 红天使 恶灵比我想象的还虚弱 甚至连序列二都未恢复 无法快速解决白之魔女 只能靠别的手段制服 克莱恩沉思了一阵 却无法得出太过确定的结论 他很快收敛住思绪 不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他已经从白之魔女卡特琳娜那里 得到了想得到的情报 克莱恩放下那张沾然 有疾病中降血液的纸张 忽然低笑了一声 切断了血液与本体的某种联系 让占卜和预言 无法以此为媒介 不知道将它涂抹到 格罗塞尔游记表面 还会不会有效 看了那纸张几秒 克莱恩暂时放弃了试验的想法 因为目前还没有需要 他的重心迅速转移到了 有没有进入乔治三世 另外八座灵寝的办法上 正常的思路应该不行 我能想到的 乔治三世他们 这些天使和圣者 肯定也能想到 要不是神灵们已经默许 将这件事情硬成传单 散发出去 说不定有一定的效果 嗯 定点传送 图夺一记 想着想着 克莱恩忽然心中一动 有了某个猜测 第166章 旅行笔记 挥舞之上的宏伟宫殿内 克莱恩伸出右手 轻敲起斑驳长桌的边缘 无声自语道 图夺王朝的五大家族 是阿蒙 亚伯拉罕 安提根努斯 雅各和塔玛拉 帮助亚利斯塔 图夺 成为血皇帝的是亚当 阿蒙 亚伯拉罕等天使之王 这是否可以推断 图夺 特伦索斯特联合帝国时期 站在亚利斯塔 这双值正观之一身边的 有阿蒙和亚伯拉罕 如果真是这样 血皇帝亚利斯塔 图夺 最开始没想转途径 秘密修建临寝时 应该会找阿蒙 亚伯拉罕 安提根努斯之一 或者知己帮忙 而伯特利 亚伯拉罕是门先生 掌握着学徒途径 论起传颂 真神可能也比不上他 所以 图夺遗迹的定点传颂 有没有可能是伯特利 亚伯拉罕布置的 概率很大 嗯 只有门先生这种 位格的大人物 才能让秘密遗迹的进出 达到类似程度 让我在挥舞之上的 占卜都无法定位 让执掌隐秘的天使 也难以直接渗透入内 思绪分成间 克莱恩越来越倾向于 自身的猜测 是接近真实的 不知道门先生 有没有留下相应的资料 提供准确的定位信息 或者另外的进出方法 这又得让魔术师小姐 询问他的老师了 真希望魔术师小姐 尽快成为旅行家 这样他就不用靠写信 才能和他老师联络了 可以直接传送过去 呃 他现在也行 但记录那么多次旅行 本身也会吓到他老师 你来怀疑 真是麻烦 如果亚伯拉罕家族 没有遗留的记载 难道要尝试与门先生对话 这 不仅麻烦 而且危险 最重要的是 魔术师小姐 还没到序列舞 每次都听不清楚 更没法回应门 先生 我又不可能把他 变成我的秘偶 或者降临附体到他的身上 克莱恩在最初拉魔术师 福尔斯到挥舞之上时 有认真考虑过自己序列提升后 通过这位小姐 与门先生交流的问题 后来 了解的越多 越是畏惧 越发不敢冒险 而且 他目前所在的层次 也缺乏足够有效和安全的手段 念头一阵起伏 克莱恩忽然轻轻叹了口气 吐出了一个单词 耐心 大海之上 某个海盗较为活跃的岛屿内 福尔斯端起玻璃杯 颇为期待地 抿了口透明无色的液体 他的脸庞随之皱了起来 仿佛品尝到了什么难以下咽的食物 呸 这种烈朗旗 也太劣质了吧 为什么他们 喝得那么开心 福尔斯放下酒杯 抬起右手 在嘴边扇了扇风 小声咕弄了两句 除了酒精含量够高 他完全没有别的优点 对了 还有便宜 喝了口另一个杯子装的冷水后 福尔斯拿起钢笔 在一侧质量相当差的笔记上写道 这里的海盗 只追求烈酒 且注重价格 对他们来说 喝得醉醺醺的 比一切都重要 我认识的三位海盗朋友告诉我 这个港口城市 是他们自己修建起来的 最初 他们在这里停泊船只 藏匿收获 安置家眷 后来 陆续有破产者 冒险家 逃避税收者 流落到这里 定居了下来 并在岛内开荒种植 修住房屋 再后来 一个交易市场形成 海上的商人们 就像闻到了鲜血味道的鲨鱼 蜂拥而至 写到这里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那三个绑大腰圆的海盗 同时颤抖了一下 哭丧着脸道 没有了 真没有了 不得不说 模仿世界先生的姿态 对付海盗 感觉真不错 福尔斯暗自感慨了一句 摇了摇头 收回目光 继续写道 这里的风气很开放 女性们如果看上了哪个男人 一样可以开架 同样的 男人看上了男人 女人看上了女人也可以 据我的三位海盗朋友讲 漂泊于海上时 因为漫长的压抑和无聊 免不了有人尝试禁忌行为 在这方面 他们很诚实 各自描述了自己的经历 另外 他们让我知道了一些 过去不敢相信的事情 海盗们竟然崇尚民主和公正 这简直颠覆了我的认知 但仔细想一想 似乎也不难理解 至少他们没说 自己追求正义 那三位海盗朋友 对此的解释是 当个人加武器 没有绝对的 碾压的实力时 海盗船上肯定是多数胜过少数 而且 驾驭一条大船是 需要很多人协作的 这些因素叠加起来 就导致海盗团队非常讲民主 被手下投票驱逐 甚至干掉的船长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位 我想 如果船长有了绝对的实力 海盗团肯定会发展出 另一种形态 写到这里 福尔斯又抬头望了眼窗外 只见湛蓝的天空 和白色的云气下 一栋栋或木质 或石堆的建筑 密集而凌乱地围出了一个市场 时不时能看见几个衣着 略显破烂的小孩 蹦跳着经过 听着那集有活力的喧闹 福尔斯再次落笔写道 这里完全没有城市规划 大家随意地修建着房屋 拓展着边界 一直有很多道路 只能供一个人行走 根本看不到阳光 我第一反应是 一旦发生火灾 结果会极为可怕 贝克兰德就曾经有过类似的惨剧 不过 我的三位海盗朋友告诉我 这并不值得担心 因为这里潮湿而多雨 拥有奇特力量的人们 也从不掩饰什么 这里还未受战争影响 虽然混乱 但却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 还有 他们最害怕最恐惧的 不是五海之王纳斯特 也不是各种惊悚传说 而是疯狂冒险家 格尔曼斯帕罗 每一个海盗都在互相告诫 不要喝酒喝得太晚 不要走夜路 不要去小巷子里方便 因为那很可能会导致自己失踪 而凶手传闻 就是那位先生 这是一种狩猎 写着写着 福尔斯的表情 渐渐变得凝重 忙抽出另一叠纸 接着已有的内容编道 医院的夜晚 总是弥漫着一种特别的寒冷 窗外的黑暗 也比其他地方更为浓郁 没有人知道 那位住在单人病房的小姐 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亲属 带来蘑菇和杂草 也没人清楚 这些东西最后又去了哪里 总之 病房内没有生火燃烧的痕迹 外面也没有丢弃的杂物 这让几位护士小姐怀疑 那位病人在偷偷地生吃蘑菇和杂草 依山而建 分成上中下层的下午阵内 白银城建立的营地中 戴里克 伯格骄握双手 抵御嘴巴前 低声送念叨 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语者 虔诚念完 他站了起来 拿起那根覆盖铜绿 张有尖字的古老十字架 走向了外面的篝火堆 因为无按十字排斥别的神奇物品 他那把叫做雷神怒吼的锯锤 暂时只能让海英姆和约书亚携带 白银城探索小队集合的过程中 身在贝克兰德的克莱恩 已是来到挥舞之上 拿起海神权杖 借助其中一颗深红星辰的膨胀和收缩 看见了下午阵的情况 并将视野拓展往巨人王亭 如果不借助祈祷光点和海神权杖 单纯只通过深红星辰 克莱恩暂时还没有那么大的观察范围 视线移动间 克莱恩眼中逐渐映出了一片 绚烂却低沉的黄昏 黄昏凝固笼罩的地方 是有着无数宫殿 无数高塔和重重雄伟城墙的建筑群 他们恢弘华丽 仿佛神话传说里才有的奇迹 并且静止在了漫长的时光中 巨人王亭 克莱恩尝试着将视野拉近 却发现自己无法看清楚 那片黄昏下方的具体情况 不愧是古神的神国 而且不是被放弃被隐藏的那种 难怪当初天使之王们会选择这里 做隐秘聚会的地点 希望小太阳进入巨人王亭区域后的祈祷 能帮助我看得更清楚一点 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同时将一部分注意力 投到了牧羊人长老洛维亚那里 发现这位女士身上 藏着一具虚幻的银色全身盔甲 这应该是他放牧的那个恶灵 暂时还没有看到真实造物主 有施加什么影响 克莱恩缓慢呼了口气 耐心等待起后续的发展 过了一阵 在首席柯林 伊利亚特的率领下 戴里克 伯格等九人组成的探索小队 离开了下午阵营地 沿着灰色石头铺出的阶梯 在一座座高耸阴暗的建筑间 前行的速度相当快 清除了几波以腐烂巨人为主的怪物后 终于来到了那片黄昏笼罩的区域 被灰红巨大 有着强烈史诗感的建筑震撼 短暂无人说话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遇见 没有闪电交替 存在自然光照的地方 猎魔者柯林眼睛眯了一下 拿出一个金属小瓶 喝掉了里面的液体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改变 他们已经更适应 闪电频繁黑暗深沉的环境 对这种凝固于黄昏的情况 有种本能的畏惧 既希望又畏惧 喝掉预备好的魔药 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后 柯林 伊利亚特和牧羊人洛维亚 领着探索小队的成员们 踏入了有黄昏光芒的前方 戴里克还未来得及去感应什么 就看见手中的 无按十字铜绿掉落 露出了纯粹光芒组成的实体 这实体散发的光芒 却不再明镜 染上了几分黄昏特有的菊红 紧接着 戴里克觉得自己的状态 掉落到了谷底 就像处在了白天最为疲惫的时刻 以准备好迎接即将来临的黑夜 第167章 强大的看守者 巨大耸立的建筑 安静地 立在凝固的黄昏里 四周没有一点声音 仿佛这只是一幅油画 穿行于这样的环境中 戴里克 伯格竟比探索黑暗深处 别的地方更为紧绷 背部汗毛都一根根立了起来 进入黄昏笼罩的地方后 整支探索小队 包括首席柯林 伊利亚特和牧羊人 长老洛维亚在内 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疲惫衰败的状态 有种已步入人生末年的感觉 而随着他们的前行 或游荡于道路上 或从不同建筑物内 冲出来的腐烂巨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 这么一方削弱 一方增强后 前进开始变得艰难 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 白银城探索小队 终于突破了那些怪物的封锁 和阻截 来到了一片极端安静 什么声音都没有 让人头皮发麻的区域 对此 猎魔者柯林 伊利亚特不得不打破沉寂 提醒了一句 这意味着 我们真正进入了巨人王庭 即将靠近核心部分 危险程度只会上升 不会下降 听到这句话后 少量探索小队成员 由于黄昏的影响 出现了一定的动摇 在他们看来 虽然前面阶段大部分时候 自己等人不敢停留 害怕被腐烂巨人们包围 但终究出现了 清除掉一个小地方全部怪物 可以休息调整一阵的情况 得到了不少非凡特性 神奇材料和魔药配方 这次的探索 可以说已经有了足够的收获 没必要再继续深入 当前最该做的 就是寻找合适的建筑 建立一个前进营地 为之后的第二次探索做准备 面对这样的提议 柯林 伊利亚特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强调了 本次探索的目的是 尽可能多地摸清楚 巨人王庭的大致情况 为后续的各种行动 积累足够的信息 然后 他让一位叫做安提尔纳的队员 安抚了意志动摇的那些 由于牧羊人长老洛维亚 也支持首席 那少量探索小队成员 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跟着首席安静前行 过了一阵 他们看见了一座巨大的实质阶梯 它整体呈灰白色 却染上了橘黄的光芒 既绚烂又沉寂 这阶梯每一层都相对较高 换作正常人类 肯定会走得非常吃力 幸运的是 这只探索小队最矮的洛维亚长老 也接近一米九 而且可以驾驭狂风 巨大的阶梯之上 是雄伟道必须仰望 才能看见顶部的城墙 上面多有被破坏被烧烛的痕迹 某些地方还插着普通树木粗细 长达好几米的箭矢 让部分石块坍塌了下来 这城墙中间 是一扇几十米高的对开大门 它的色调更偏灰蓝 有一根根金色钉子 镶嵌于上 外面立着两个 仅是看到 就能制造极强压迫感的守卫 他们高足五六米 穿着精致坚固的银色全身盔甲 一个拿着大剑 一个将巨斧杵到了地上 面甲之后 各有一团橘红的光芒呈现出来 仿佛独眼 因其是 猎魔者柯林抬起右手 将直剑打横 拦住了后面的探索小队成员 他早已拔下背负的两把直剑 将他们涂上了不同的药物 因其是 戴里克 伯格 听得眼皮微跳 一阵心静 他最近才从首席那里 接触到一些 只有高层才能知晓的情报 知道了巨人途径的序列 三叫做银骑士 也知道了 白银城缺少正确的魔药配方 但有相应的非凡特性 让戴里克惊讶恐惧的是 巨人王庭核心部分的看门者 竟然是两位序列三的半神 这比白银城的最强战力 还要高一个层次 而这仅仅是王庭大门区域 若是能深入 还不知道会遇见什么 经聚之后 戴里克难以遏制地 涌现出了一定的期待 也许 在巨人王庭内 能够找到巨人途径 序列四之后的魔药配方 那样一来 首席将有可能成为银骑士 极大的提升白银城的实力 到时候 又能更进一步地探索巨人王庭 找到更多的魔药配方 猎杀更多的怪物 收获更多更高层次的非凡特性 神奇材料 下一时间 戴里克左右看了一眼 发现约书亚 海英姆 安提尔纳等探索小队成员的反应 和自己基本一致 既紧张恐惧 又带着些许息迹 这时 牧羊人长老洛威亚上前两步 与柯林 伊利亚特并排而立 仰望着那上灰蓝大门 和两位不知处于什么状态的 银骑士道 如果只有一个 我们有机会解决 他的真实意思是 现在有两个银骑士 我们即使愿意承受巨大的死伤 也没办法清理掉敌人 毕竟 就算首席能驾驭神话生物形态 正常可以和序列三一战 这里的环境 也不允许他做出类似的尝试 黄昏的笼罩带来了衰败 原本能承受的 现在未必可以承受 柯林 伊利亚特点了点头 分别看了洛威亚和戴里克 伯格一眼 观察了前方一阵道 目前看来 只要我们不靠近那扇大门 两个守卫就不会攻击我们 也许可以试着 将其中一个银骑士引开 做单独的清理 叫做安提尔纳的女性战士 斟酌着提出了一个建议 她有着酒红色的中长发 五官不算精致 但组合起来极为大气 很是名利 此次探索行动里 她的主要任务 是依靠执掌的一件 封印物治疗队员的心理问题 对抗有精神领域能力的敌人 安提尔纳的具体想法是 自己等成员 引开其中一名银骑士 靠地形和配合周旋 而首席和洛威亚长 老联手对付剩下的那个 争取能尽快解决 这是白银城 遇到类似情况的教科书士处理办法 即使只有一个银骑士 也会很艰难 而且无法保证 你们引开的那名银骑士 不会直接展露神话生物形态 裂魔者柯林 陈文否定了安提尔纳的建议 不提银骑士 本身还有强大的非凡能力 只要他展露神话生物形态 白银城探索小队 绝大部分成员都将无法直视 受到影响 根本没可能与他周旋 不等其余队员开口 柯林 伊利亚特回望了一眼道 走另外一条路 戴里克在下午阵的倒影世界里 发现了一些资料 里面记载了巨人王亭后方区域的一条通道 牧羊人长老洛维亚的目光 随即投向了戴里克 伯格 淡漠 平静 没含一点情绪 戴里克下一时 就将手中的五万十字举高了一点 克制住了难以言喻的战力 好 洛维亚赞同了柯林 伊利亚特的提议 于是 探索小队退出巨大的十字阶梯 往左绕行 没过多久 他们看见了一条崎岖的小路 右侧是高耸的崖壁 左边是看不见底部 沾染着黄昏光芒的云气 当然 小路只是相对巨人而言 对白银城探索小队各位成员来说 还是较为宽敞的 一步步前行间 戴里克等人灵感同时出动 下意识就望向了旁边 悬崖的边缘 一只只灰蓝肿胀的手掌 从橘红的云气中伸了出来 抓在那里 密密麻麻 难以数清 如果这都是巨人 哪怕只是序列七序列六的巨人 依靠这个数量 也足以将白银城探索小队 覆灭在这里 可灵 伊利亚特正要挥出手中直剑 戴里克突然有了些微妙的感觉 忙将手中的五万十字举得更高了一点 并把一根指头 按在了某个荆棘间刺上 浸出了鲜红的血液 纯净十字架散发的黄昏光芒 骤然明亮 似乎一下回归了正午状态 他们赤裂地涌向悬崖边缘 笼罩了那些仕途攀爬上来的灰蓝巨人 这些巨人同时凝固在了那里 身体一寸寸淡化 飞一块就消融不见 他们不是真正的巨人 而是当初那些巨人惨死后 留下的怨魂幽影 所以 五万十字有了感应 它是太阳领域的圣级封印物 是怨魂 幽影 和恶灵们的克星 轻松解决掉这些怪物后 白银城探索小队 继续警惕前行 过了一阵 他们终于绕过了山壁和悬崖 看见了一片灰暗的森林 那森林内 树木都几十米高 极为粗壮 但表皮剥落 树干腐烂 枝叶枯萎 直观地给人衰败的感觉 那些枝叶本该纠缠在一起 于半空形成遮掩 挡住黄昏的光芒 让内部变得暗淡 可此时 由于大量树木倒塌断折 橘红的光芒 已是洒遍了森林内部 肉眼可以看见的大部分地方 这里是埋葬巨人始祖 也就是巨人王父母的衰败森林 戴里克望了眼前方 莫算了下自己 还能使用多长时间的五万十字 开口对首席和队友们说道 可灵 伊利亚特凝望了那森林一阵道 已经被破坏 即使还有残留的危险 也不会太强 我们可以尝试探索一下 是 首席阁下 戴里克毫不犹豫就回应道 我的十字架 可以对抗这里的环境 我走前面 他记得世界先生提醒过 那座森林内可能潜藏着某种污染 而五万十字可以做出有效预警 头发花白的柯林 轻轻汗手道 小心周围 戴里克无声吸了口气 迈开大步 走向了衰败森林 与此同时 他借助走在前方的便利 小声地送念起了 愚者先生的尊名 然后 被黄昏遮挡住目光 掉现了一段时间的克莱恩 终于能看见具体的情况了 只是无法将视野拓展得太开阔 第168章 残留的意志 原本应该昏暗衰败的森林内部 布满了来自黄昏的橘红光芒 他们浓烈之处 如火燃烧 却又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几分辉煌将近 无法逆转的感觉 戴里克 伯格手持纯粹光芒凝聚成的五万十字 缓步行于正前方 左后 是手拿两把执剑 头发花白的裂魔者 柯林 伊利亚特 右后 是提着雷神怒吼聚锤的海英姆 这位两米多的半巨人 随时准备着与戴里克 交换自身执掌的封印物 那五万十字散发的光辉 在这里愈发昏尘 就像太阳已落至地平线位置 只剩一抹金黄残照 当然 白银城众人都没见过类似的场景 他们只能靠古代文献的描述来想象 同样的 今天也是他们第一次见识到 什么叫黄昏 吼 随着探索小队的深入 安静到近乎凝固的衰败森林内 开始有风声响起 就像有数不清的森林 在深处哭泣 可是 戴里克等人 完全没有感觉到 有风在吹拂自己 吼 风声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撼动心灵 戴里克突然感觉脖子后方 传来了一阵冰凉之意 这刺激得他汗毛耸力 身心发了 正常来说 这个时候 人类的本能是缩脖子 抬手臂 挡向后方 并半转身体 观察情况 让攻击叙事待发 但戴里克没有这么做 因为在危险的环境里 鲁莽转头 往往会遭遇极为可怕的事情 而且 他的身后有首席有队友 他充分相信 他们能及时 做出应对 将自己的生命 交到了他们的手上 嗖的一声 细小电蛇缠绕的银白之刃 从戴里克脖子侧方飞了过去 带着一道模糊 而扭曲的身影 蒸发于黄昏的光芒里 与此同时 无暗十字不知受到了什么刺激 豁然摆脱了昏尘暗淡的状态 让散发出的光芒 重新变得明亮而纯净 周围区域顿时来到黎明 一道道无法描述出 形体模样的黑色影子 在晨曦光辉里 相继凸显了出来 又飞快消融 等到这一切平静下来 戴里克一边凝望着前方 一边疑惑问道 这些都是什么 不像怨魂 幽影和恶灵 裂抹着柯灵环顾了一圈 缓慢开口道 某种残余的气息 他们似乎与黄昏的力量 结合在了一起 产生了一定的异变 没见过这种怪物 戴里克握着五万十字的手紧了紧 将没被刺过的另一根手指 移到了荆棘上 靠着五万十字的针对性能力 探索小队前行的还算顺利 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衰败森林深处 隐约能透过树木 看见远处的悬崖和橘红的云气 这里受损还不算严重 枝和叶牵连于半空 挡住了凝固的黄昏 让环境一下变得暗沉 小心绕过这里后 戴里克眼前突然一亮 看见了两块毅力的 灰白的 斑驳的石碑 他还没来得及仔细观察 一道道从枝叶缝隙里 照进来的黄昏光芒 就同时发生奇异的折射 交织在了一起 凝聚出一道近十米高的巨大身影 这身影非常模糊 蕴含着亘古不变般的意味 就像从神话年代 投来的一种映射 它肤色灰蓝 穿着染上了四血斑块的银灰盔甲 面部有一团仿佛落日的光芒 那似乎是眼睛的显化 它仅是存在本身 就让周围的树木连同虚空发生了弯折 使得所有的事物都难以自制地开始衰败 目睹这一幕 没有任何理由 在场所有人心中都浮现出了一个念头 巨人王 古神奥尔米尔 约束亚 海英姆 安提尔纳等探索小队成员 皮肤相继起了颗粒 一点点透出灰蓝 眉心位置 则有血肉蠕动 似乎要钻出什么怪物 他们同时进入了接近失控的状态 他们甚至都还没看到神话生物形态 仅是靠近了那道身影 就不分先后的出现失控征兆 越来越严重 戴里克 伯格相对还好 因为那无暗十字的纯净光芒包裹了他 带来了温暖的感觉 让他短暂抵御住了衰败的侵蚀 这个时候 柯林 伊利亚特已是俯下腰背 提着两把涂抹有要高的直剑 以带起飓风的高速 奔向了那道可怕的身影 不过 这裂魔者并没有沿直线冲锋 他不法奇特 带动身体左右摇摆 以波浪线的状态靠近着敌人 那道屹立于黄昏中的巨大身影 用落日般的眼眸看着这一切 没有丝毫情感波动 如同被雕刻出来的石像 突然 他脸部的那团光芒闪烁了一下 他旋即伏下身体 将双拳重重垂在了地面 碰 大地剧烈摇晃 裂开了一道缝隙 让戴里克等人 再也无法控制住身体的平衡 亮枪着快要跌倒 而裂魔者柯林 却抢先一步越了起来 越到十几米的高空 以居高临下的态势 将手中的双剑劈了出去 此时 那仿佛来自神话传说里的身影 从大地裂缝里 拔出了一把虚幻的 由黄昏光芒凝成的巨剑 猛地向着前方挥了出去 橘红的光之风暴骤然成形 席卷向了裂魔者 柯林后方的戴里克等人 这大片光芒锁过之处 树木凋敝 泥土成沙 所有的一切都不可逆转地 步入了衰败通道 碰 黄昏酝酿的风暴 被无形的墙壁挡了下来 造成了整片森林的晃动 不知什么时候 牧羊人长老洛威亚 出现在了戴里克的侧方 身前多了一道高大虚幻 覆盖银色盔甲的人影 眸光暗红似血的这身影 单膝跪地 将一把虚幻的巨剑 插在了地面 制造出了一道 异常坚固的无形墙壁 当 这时 裂魔者柯林的两把直剑 也斩在了那近十米高 由古神气息的巨大身影体表 激发起肆意张扬的无数电光 银白乱窜间 那可怕的身影 未受一点损伤 只有布满似血斑块的银灰盔甲 暗淡了一点 柯林借助回弹之力 重新腾起 半空翻身 再次发动了攻击 衰败领域内 他不敢释放神话生物形态 因为那很可能再也无法逆转 见那来自神话传说的虚影 已被挡住 戴里克盲 依循着掌中无碍十字 突如其来的震战和灼热 将手指狠狠按在了一根尖刺上 他的鲜血伴着疼痛 涌入了那根十字架内 蓬勃而明镜的光芒 随之奔腾而出 飞向半空 折而往下 瞬间就笼罩了那身穿银灰盔甲 眼睛如同小型落日的人影 神圣 庄严 纯净的光芒里 那巨大而虚幻的身影停滞了 定格了 不再动弹 像是遭遇了天生的克星 而那层沾染着黄昏光芒的银灰色盔甲 更是出现了消融的迹象 抓住这个机会 牧羊人 长老洛威亚身前的恶灵骑士 抽出插入了地面的虚幻巨剑 带着一道道时而消失 时而浮现的银色缝隙 瞬间斩到了敌人身上 猎魔者柯灵的两把直剑 则从上往下 仿佛迸发出光芒的朝阳 覆盖了那古老身影的头部 约书亚 海英姆等人没有犹豫 分别发动了自己最强的攻击 一连三轮之后 那似乎穿越时空而来的虚幻身影 终于开始溃散 崩裂成了火烧一样的橘红光点 猎魔者柯灵落到地面 看着这一幕 斟酌了一下道 应该是巨人王残留的守护意志 和这里的环境经过多年融合 有了一定的力量和形体 属于恶灵的一种 这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听到首席的话语 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前方 投向了刚才 那道可怕虚影挡住的地方 气氛一时颇为沉宁 还好只是恶灵 被五万十字克制 只是残留的一点意志 几乎没有力量 隔了几千年的时间 依旧这么可怕 真正的鼓神会是什么样子 呃 他为什么对守护这里有 如此强烈的意志 因为埋葬的是他的父母 戴里克一边松了口气 一边带着疑惑和好奇 跟随首席等人 靠近那两块墓碑 呼 不用我出手了 不得不说 这五万十字在巨人王庭 真是太好用了 好用到我都怀疑 这是不是亚当的目的 挥舞之上 克莱恩也松了口气 将抬高的海神权杖压低了一点 他随即将目光 投向了巨人王一致 隔了几千年 还要守护的地方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 是两块斑驳古老的墓碑 上面分别用巨人语写着 父亲和母亲两个单词 它们蕴含着 可以调动自然力量的神秘 让人一看见 就能直观地体会到 一种柔和的眷念 悲伤 痛苦和内疚的情绪 不知不觉受到感染 让精神变得低落 石碑的后面是一座坟墓 但已经被人毁掉 露出了下方 两具黑尘的棺材 棺材的盖子 不知被谁掀开了 仿佛在确认什么 这让里面躺着的 两具灰白尸骨 沐浴在了穿透之夜的光芒里 染上了橘红如血的色彩 这两具白骨都成人形 一个不超过一米九 一个不超过一米八 第169章 王庭内部 那两具人形海骨 一个不超过一米九 一个不超过一米八 看起来普普通通 这一刻 他就仿佛回到了 目睹光门与残茧的时候 虽然情绪并不相同 但震撼几乎没有区别 这 这不是巨人的尸骸 这绝对属于人类 巨人王奥尔米尔的父母 是人类 克莱恩的瞳孔猛然放大 似乎想看得更清楚一点 可无论他怎么观察 怎么审视 都难以从那两具灰白海骨身上 发现巨人的特征 他们四肢比例正常 头骨有两个眼窝 绝不是未成年的巨人 短暂的沉默后 克莱恩拿着海神权杖的手 再次放低 脑海内闪过了一个又一个念头 也许不是血缘上的父母 也许 巨人的始祖巨人的源头 就是人类 在混乱疯狂的第一季 部分人类融合非凡特性 亦变成了残忍嗜血 没有理智 但具备繁衍本能的巨人 他们的后代 一方面遗传了身体上的特点 一方面逐渐找回了精神上的正常 于是稳定为了野蛮血腥的 一类种族 这里面 巨人王尔米尔是第一批易变者 但却在某种程度上 保留了一定的理智 于是成为了古神 这一切的源头 真像神话传说那样 是最初那位造物主 思绪沉淀为猜测后 克莱恩一边浮想连翩 一边产生了更多的疑惑 为什么巨人王 要将衰败森林化为禁忌之地 不让任何生灵入内 他不希望巨人源头 是人类的事情被知晓 可真要这样 直接火化掉父母的尸骨 就行了 根本没必要那么麻烦 而且 那强烈的愧疚感又是怎么回事 谁打开了那个墓穴 击杀了巨人王的远古太阳神 活了下来的晨曦之神巴德海尔 或者别的巨人王庭丛神 还有 既然巨人的始祖是人类 那精灵 血祖等人形超凡生物的呢 巨龙的始祖 其实是蜥蜴 第二季前中期 类人阵营与异类阵营的对抗 是不是有各自源头不同的因素 碍于没有足够的线索和资料 克莱恩难以做出任何判断 也无法想到更多的可能 只好强行收敛住思绪 将注意力放回了白银城探索小队身上 此时 猎魔者柯林率领着洛威亚 代理克等人 已抵达那石碑前方 看见了墓穴里的尸骸 他们同样陷入了难以言喻的沉默 好一阵子无人说话 终于 戴着赤红手套的约书亚 犹豫着开口问道 这就是巨人王的父母 在这位白银城的黎明骑士看来 那两具尸骸的 身高尾时不像巨人 身材比例和五官情况也不符合 约书亚的问题回荡于周围 一时竟没谁回答 隔了好几秒 猎魔者柯林才缓慢开口道 所以才是秘密 他没有提自己的想法和猜测 这是不是说明 巨人其实是人类的一个分支 是非凡特性一边带来的分化 有着酒红色头发的安提尔纳文言 若有所思地说道 巨人始祖是人类 代理克被这个可能震得 有些脑袋眩晕 总觉得两者之间实在相差甚大 念头一转 他想到了失控的同伴们 尤其是巨人途径那些 隐约间又认为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 那些失控者往往变得异常巨大 肤色全部染上灰蓝 眉心裂开巨大缝隙 吸聚两侧眼睛 或许 猎魔者柯林简短地回应道 白银城探索小队的成员们 又一次沉默了下来 这样的气氛里 代理克看了牧羊人长老洛维亚一眼 发现这位六人意识团成员 脸色平静 不沉宁也不恍惚 这时 猎魔者柯林环顾了一卷道 以两到三人为一个小组 搜寻周围区域 看有没有别的收获 探索小队众人随即回过神来 按照首席的吩咐 谨慎地开始探索 可惜 这片衰败森林除了树木 石碑和木穴 什么有价值的事物都没有 没再耽搁 代理克和海英姆 互换了身上的封印物品 以免自身的非凡特性 被无按十字排出 然后 他们跟随猎魔者柯林 走出衰败森林 绕过山壁上突出的一块巨石 找到了那个高足三十米的巨大洞穴 洞穴之外 原本有块石碑 此时已粉碎坍塌 长出了杂草 橘红的黄昏光芒照耀中 这有着说不出的衰亡凋臂感 进入洞穴 白银城探索小队 沿风化已久的石板 和波罗殆尽的壁画 行走于枯败的荒草 和粗糙的沙利之间 异常警惕地往前探索着 他们每走一步 都会感觉生命愈发衰微 水分再不断流逝 不知过了有多久 白银城探索小队 终于看见了一扇敞开的灰蓝大门 大门两侧 散布着一块块铁黑色的碎片 似乎属于某种盔甲 这里原本应该有守卫 猎魔者柯林简单说了一句 拿出瓶药剂 咕噜喝了下去 他浅蓝色的眼眸 迅速染上了一层暗黄 瞳孔内凸显出了两个 墨绿色的复杂符号 仔细观察了灰蓝色大门一阵 他点了点头 迈步走进了黑暗的厅堂 所有人都通过大门 来到里面后 那大厅仿佛被无形之手拉着 鱼匡当的声音里 飞快往上攀升 十几秒后 这大厅停止了上行 门外出现了一座 石柱撑起的宏伟殿堂 似乎是守卫们的居所 戴里克下意识就左右观望起来 目光扫过了殿堂内的种种事物 看见了两幅有着古代特色的壁画 一幅壁画的主角 是穿银色全身盔甲 散发明显光芒 眼眸未知凝缩有一团晨曦的巨人 另一幅的中央侧身 站立着未留身棕色长发 上皮甲下长裙的女性巨人 她拖着麦穗 果实等物 周围是丰收的田地 清澈的湖水 结果的树木和鲜艳的蘑菇 晨曦之神巴德海尔 丰收女神欧弥贝拉 代理克有所明悟 幅度很小地点了点头 她随即收回目光 看见首席正注视着 那代表丰收女神的壁画 表情保持着之前的那种沉宁 首席是在希望 白银城也能有真正的丰收 代理克边若有所思地想着 边按照牧羊人长老洛威亚的吩咐 和其他人组成小队 搜刮起这里有价值的物品 并检查是否有隐藏的通道 大概七八分钟后 他们集合起来 跟随首席柯林 伊利亚特来到了这座殿堂的大门处 柯林 伊利亚特将手中两把直剑 插到了身前石板的缝隙里 伸出双手 按在大门两侧 只是一个用力 就让他声音沉重地敞开了 橘红而绚烂的黄昏光芒 无声无息照了进来 白银城探索小队之前 远远看见的那座座宫殿 重重高塔 以及有冲击力的态势 映入了他们的眼眸 那种巨大 那种恢弘 那种史诗感神话感 由于距离拉近到了极点 更加鲜明 更加震撼 让所有人都下意识凭住呼吸 忘记其他 沉浸在了这样的风景里 挥晤之上的克莱恩 同样如此 这就是属于巨人一族的王庭 这就是真正的神国 过了十来秒钟 猎魔者柯林拔起双剑 半转身体 对牧羊人洛维亚道 试一试两边道路的情况 我不太看得清楚 他眼中两个墨绿色的符号 正在缓慢消散 洛维亚恩了一声 上前两步来到了门口 外面是一个左右 都有阶梯的平台 前方树立着灰白石柱组成的护栏 正对着这片区域 最高大的那栋建筑 那里有一扇巨型蓝灰色大门 两侧似乎铭刻着 数不清的神秘符号 极为庄严 走廊 阶梯等事物 则将层层叠叠的宫殿和高塔 串联在了一起 大气而华丽 洛维亚银灰微卷的头发 漂浮了起来 地上沐浴着黄昏光芒的石块 随之凸起 聚合成了一个灰白的人偶 这人偶没什么灵性 就像被操纵的傀儡 脉步走向了左侧 他沿着阶梯 在浓郁的橘红光芒中 一层层下行 帮助探索小队 确认着情况 突然 他的身体顿住了 一道道细密的荧光 从内部迸发 让他变成了无数碎块 牧羊人洛维亚没有惊恐 按照刚才的步骤 又制作出了另一个石人 让他往右行去 这一次 那石人一直走到了阶梯的尽头 停留在了下方宫殿的门口 途中没发生任何意外 裂魔者柯林全程专注旁观 直到此时才开口道 我们走右边 但同样要小心 虽然没试探出什么危险 但他用非凡能力 无法看出实质状况 这件事情 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有了这样的提醒 戴里克等人的精神愈发紧绷 三人成组 彼此互助地 开始缓慢下行 沿那高高的阶梯走着走着 戴赤红手套的约书亚 突然听见 身后传来了一阵搭 搭 搭的声音 这就像是 有个人在缓慢地 安静地跟随他们 而他们背后的牧羊人 长老洛维亚 此时正处在侧方 用眼角余光可以看见 那脚步声 绝不是他发出的 约书亚心声凉意 盲尘声说道 我背后有脚步声 洛维亚侧过脑袋 让那个五米左右的银色骑士 身影浮现在了身前 用赤红火焰般的魔光 打量起约书亚的背后 几秒的安静后 这位牧羊人长老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有 第170章 熟悉的注释 牧羊人洛维亚的回应 反而让约书亚更为警惕 他看了看别的探索小队成员 急切问道 你们有听见 不正常的脚步声吗 提着雷神怒吼聚锤 和笔直扩建的代理课 回忆了几秒 摇头表示了否定 手持无按十字的海英母 看了眼光芒 未发生变化的封印雾 开口回应道 或许是你的幻觉 不 我听得很清楚 戴赤红手套的约书亚 皱起眉头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听到这句话 行于最前方的裂魔者 柯林半转过身体 沉稳吩咐道 海英母 安提尔纳 你们检查一下约书亚的状态 是 首席阁下 海英母当即走至约书亚身前 将纯净光芒组成的 无按十字 抵在了队友的额头上 而这封印雾 未发生任何变化 紧接着 也来到了约书亚侧方 抬起了左手 他的腕部套着一个淡金色的手环 上面垂着三个布满黄金鳞片的小铃铛 叮叮当当的声音随之响起 回荡于四周 让约书亚的心灵安定了下来 不再那么紧绷和急躁 没有问题 安提尔纳将目光投向了首席柯林 伊利亚特 柯林的毛子里 已是凸显出两个墨绿色的复杂符号 他看了约书亚几秒 点了点头道 未必是幻觉 但你要时刻注意 自己身上是否有异常 剑首席支持自己 约书亚暗中输了口气道 好的 暂时放下疑惑 白银城探索小队 继续沿洒满黄昏光芒的巨大阶梯下行 一层又一层 突然 所有人都听见了一声闷哼 戴里克 伯格用眼角余光看见 约书亚抬起双手 紧紧掐住了他自己的脖子 因为他是黎明骑士 本身力量极强 闷哼刚有发出 双手就咔嚓一声捏断了颈骨 约书亚表情阴郁而扭曲地倒了下去 眼神里充满不敢相信的色彩 杀掉他的 竟然是他自己 戴里克等人 虽然没能及时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长久以来接受的训练 和在黑暗深处摸索的经验 让他们本能就结成了战斗阵型 紧提起后续可能到来的攻击 然后 他们又听见了一声闷哼 这来自牧羊人长老洛维亚 这有一头银灰长发的女士 脸部肌肉紧缩 出现了明显的抽搐和蠕动 仿佛在长出另一张面孔 他扑通一声 跪倒在了宽阔的阶梯上 痛苦地感觉异于眼表 他的双手缓慢却难以遏制地抬起 捏住了自己的脖子 就在洛维亚即将发力时 两把涂抹着银灰油高的直剑伸了过来 将他的手掌分别挑开 已有准备的裂魔者柯林 及时做出了应对 洛维亚全身抽搐了一下 脑袋埋得更低 嘴巴张开 吐出了一块又一块破碎的血肉 和不完整的器官 他呼了口气 似乎终于缓了过来 然后以手肘之地 向前爬了一步 扑扶着将刚才吐出的血肉器官 一块又一块吞了回去 虔诚而卑微 脸上有着好几道 陈旧疤痕的裂魔者柯林 静静看着这一幕 没有阻止 终于 洛维亚抬起了脑袋 但灰眼眸 没有焦距地说道 是堕落 是每个人都会 有的堕落 你有办法解决吗 柯林语气没有变化地问道 洛维亚毫不犹豫地点头道 有 话音刚落 他已用右手握住了左手食指 啪的一声将它折断 硬生生拔了下来 连血带鼓塞入口中 边咀嚼边低念叨 创造一切的主 阴影为幕后的主宰 所有生灵的堕落自信 真实造物主的尊名 代理客厅的眼皮一跳 陡然觉得 周围似乎发生了什么微妙的变化 那橘红的黄昏光芒 更浓郁了一点 更接近血的颜色了 挥舞之上 语者克莱恩的表情 也是瞬间变得凝重 虽然通过真实视野 什么都没有看到 但他隐约能察觉 有注视从遥远的地方投了过来 以至于干扰到了自己的观察 导致清晰程度和范围大小 都有削弱 另外 那注视给了克莱恩 一种奇异的熟悉感 想不熟悉也难啊 我穿越后的前半段人生 都是在和他打交道 他的绳子 他的神使 他想要降临的平衣 他信徒残留的物品 他的疯狂一语 他有关的各种壁画 这一刻 克莱恩完全可以确定 开始注视白银城探索小队的是真实造物主 坦白地讲 洛威亚开始送面那位的尊名时 克莱恩很想直接给他一发闪电风暴 将问题消灭在出现前 但他最终还是忍住了这个冲动 因为他没有把握能一击 干掉那个牧羊人 洛威亚放幕的恶灵 本身应该有序列三位格 虽然早已死去 但目前的综合实力 还是有序列四层次 在接近 但还未达到天使街的闪电风暴里 支撑意会不成问题 而一旦语者不能简单干脆 轻描淡写地杀死洛威亚 那在猎魔者克莱眼中 就算露了欠 另外 克莱恩相信 克莱 伊利亚特 是乐于看见牧羊人长老 洛威亚送面真实造物主尊名的 他想以此制衡语者先生 达成某种平衡 这在神灵面前 其实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 很容易惹恼那些伟大的存在 但克莱 伊利亚特没有办法 他不会也不可能那么简单 就相信 愚者和真实造物主 只能努力地维持 在悬崖边缘试探 只有这样 白银城才不会突然毁灭 像那些已经被埋葬在黑暗深处 覆盖上了历史尘埃的城邦一样 可惜啊 这个时候 要是无碍十字在我手里 我在全力调动 挥舞之上神秘空间的力量配合 是有希望顺杀那个 引起势恶灵的 这属于天然的克制 克莱恩无声叹息了两句 只能接受这样的发展 他之前也没有发现 约书亚出了什么异常 直到这位戴赤红手套的白银城战士 掐住了自身的脖子 他才看见对方的灵变的灰暗沉郁 正像牧羊人长老说的那样 这是属于自身的堕落 与阴京前 美色迷失自己没太大区别 很难被外在的力量察觉 那段阶梯 应该是有代表堕落的神性力量残存 融入了环境里 难以发现 难以对抗 之前的识人没有智慧 没有灵性 反而不受影响 从尊名来看 真实造物主有执掌堕落自信 仅仅只是注视 就能让相应的力量消退 克莱恩调整好心态 继续观察后续发展 这个过程中 他忍不住在思考一个问题 真实造物主 现在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 在他的神国里 注视白银城 探索小队的行动 在地球 这样就要看同一场直播的朋友 我要是打赏一下 真实造物主会不会打赏更多 克莱恩用调侃吐槽式的想法 缓解着因真实造物主 投来注视产生的紧张和担忧 那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神灵 无论亚当 还是阿蒙 都不足以和他并练 此时 牧羊人洛维亚已经起身 缺失的左手食指 也蠕动着长了出来 他看向首席科林 伊利亚特道 这片区域不再堕落 这也就意味着 阶梯位置不那么危险了 正常来说 探索小队 此时不会去管约书亚的尸体 无论前进 还是后退 他们都不能浪费时间 在异常危险的区域待太久 那会导致别的队员也出现意外 不过 既然六人意识团长老洛维亚 用确定的口吻表示 附近没有问题了 那就可以稍作修整和处理 戴里克放下海英姆的扩建 走到约书亚的侧方 凝望了几秒 弯腰时 取起了对方的赤红手套 将他带至左掌 他还记得 约书亚总是炫耀这件 在探索里获得的神奇物品 也能清楚地回忆起 之前走出下午阵营地时 对方说 这次探索结束 就会被强制安排结婚 也不知道妻子会是谁 而一个小时候 这位队友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对白银城众人来说 这就是日常的生活 没谁哭泣和崩溃 只是涌现出了某种 已经融入骨髓和血液的情绪 沉重与悲痛混杂的情绪 他们看着戴里克举起左手 用掌心对准了约书亚的尸体 一团赤裂的火焰飞出 覆盖了他们刚才还并肩作战的队友 烧灼之后 裂魔者柯林收起了西出的非凡特性 其余队员则每人抓了一把骨灰 放入了衣服暗袋里 沉默中 他们继续下行 来到了阶梯的底部 那里有一座沐浴着黄昏光芒的巍峨宫殿 后方是通往其他区域的走廊和阶梯 那宫殿的大门敞开着 里面一片漆黑 没有丝毫光亮能够照入 裂魔者柯林仔细观察了一阵厚道 和在外界一样 他的意思就是用各种办法保持光照 不要让自身陷入绝对的黑暗里 于是 海英姆激发了五万十字的光辉 让他笼罩了所有队友 安提尔纳则点燃一盏马灯 将他提在手里 预防十字架突然失效 一行人进入了宫殿 行走于似乎异常空旷的大厅 他们的脚步声远远荡开 全部没有返回 走着走着 戴里克忽然感觉眼皮变重 产生了强烈的睡意 就在这个时候 他听见了首席的低吼声 不要睡着 戴里克猛然惊醒 摆脱了那种睁不开眼睛的疲惫 这时 一位女性战士身体一软 倒在了地上 似乎沉睡了过去 然后 他凭空消失了 就那样消失了 在众人面前直接消失了 猎魔者柯林 和牧羊人洛维亚 分别审视了一阵 都摇了摇头 带领队伍继续前行 这个过程中 他们时不时伤害自己 用疼痛换取清醒 终于 他们通过了一重重拱炫 看见前方不再是无法驱散的黑暗 借助队伍里的光亮 他们发现 这是一个描绘着无数壁画的大厅 大厅的中央 摆放着一张暗红色的长桌 周围是一把把花纹繁复的高背影 这 代理科莫名觉得这有点熟悉 他玄机明悟过来 这和塔罗聚会的场景 有些相像 突然 一团团光芒亮了起来 他们的周围 也响起了窃窃思语的声音 大厅的四周 树立却没支撑 穷顶的一根根石柱之上 赤红的火焰相继被点燃 将周围照得喧和异常 那窃窃思语的声音逐渐变大 似乎终于穿过漫长而遥远的时空 抵达了目的地 让大厅热闹的 就像是在举行聚会 暗红色长桌的周围 一道道模糊 而虚幻的身影 豁然腾起 坐在了不同的高背影上 共有十一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